上一世,我被太子看上,随他远赴燕国,成了皇后,不仅想进富贵,他还为了我不开后宫,独宠我,可姐姐却下嫁给一个瘸子将军,蹉跎半生,二人互相折磨,重生归来,他抢在我之前,与太子发生了忌且之事,闹得尽人皆知,父皇为了脸面,不得不成全,姐姐笑弯了眼,妹妹,这颇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,这一次,就换你留在这儿跟一群臭鱼烂虾慢慢耗吧,我也笑了,他不知,独宠皇后的身后,是万丈深渊, 这不是泼天的富贵,而是,泼天的炼狱,大殿上,陈夕月温顺跪地,被挺得很直,父皇,而臣与太子殿下两情相悦,求父皇成全,两个时辰前,我的探子来报,说,燕国太子沈思景与陈夕月在御花园甲山后相遇,二人一见钟情,天雷勾动地火,顺理成章,发生了一些引擬迷烂之事,探子还说,他看见陈夕月其实在甲山后面等了很久,嘴里念叨着,怎么还不来,难道这一世有变之类的话,终于把沈思景, 等来了,他才故意撞上去的,后面二人寻了间屋子,撕扯着衣服睡到了一起,被众人发现时已经晚了,眼看只包不住火,所以才捅到父皇跟前,于是此刻,父皇面色难看,毕竟,这可不是什么好事,我站在一旁,眉头紧锁,看来陈夕月也重生了,我与陈夕月本是双生女,在我们出生前,国师便预言,大起的龙凤,天下必归顺大起将双书,百年民生苦,不巧,天生下来的,就是双生女,预言本是无稽之谈,可在那个年间, 人言比武器更有杀伤力,于是,母后为了让我们都活下来,对外说我是男婴,还说服父皇把我送去塞外历练,远离皇宫,为消除外妻威胁,他还替我放弃了太子之位,在塞外十余仔,我以为我会一直待在这儿,可十七岁时,燕国太子沈思景来赫,父皇命我班师回朝,谁知,沈思景竟撞破了我的女子身份,还对我一见钟情,为我疯狂着迷,更费尽心机把我娶回燕国,最后,他登基为帝,封我为皇后, 并为了我不开后宫,是要与我一生一世一双人,而陈希月这边,他嫁给了一位瘸了腿的护国将军赵燕,两人婚后相看两相艳,互相折磨,我成了燕国最尊贵的女人,她却要跟着一个瘸子蹉跎半生,强烈的落差感让陈希月极度地快发疯,如今重生归来,陈希月当然会抢在沈思景,撞破我的女子身份前,与她相遇,她甚至不惜自毁名声,与她计合 我知道,她想牢牢抓住沈思景,可她不知,这背后,是炼狱,陈希月捏了捏袖下的帕子,心都提到了嗓子眼,片刻,声音从高位上传来,此事,还需从长计议,陈希月抬起头,父皇,她急了,再过不久,赵燕就会因战事缺一条腿,而父皇为了安抚将士,稳定军心,会将她下架给她, 大起公主众多,牺牲一个根本不算什么,关键,她还是母后所生,更显得皇恩浩荡,所以,她必须赶在这世之前,让父皇成全她和沈思景,既然女子的命运都是嫁人,那她何不嫁一个最有权势的,她才不想后半辈子跟着一个殷勤不定的瘸子,蹉跎余生,撕此,陈希月心一横,窃窃说出口,父皇,而陈与太子殿下已惊,已惊,她的声音越来越低,终究没胆子当着重大臣的面,说出那些话,于是她转头,伸手轻拽了一下, 在她后面的男人,沈思景盯了我一会儿,又转过头看了看陈希月的动作,随即轻笑,像勉为其难,又像是无限宠溺般缓缓开口,正如陛下所见,我与公主两情相悦,若不成亲,恐有损公主生育,还望陛下成全,表面上看,这是由陈希月促成,但我很清楚,沈思景也需要这桩婚事,此时的燕国,各方势力都在争抢皇位,但燕国皇帝最欣赏沈思景,为得到大起的支援,巩固她的太子之位,才逼着她来和亲, 对沈思景来说,娶谁都没差,只要是公主,所以在与陈希月有了夫妻之时候,她就知晓这场博弈,她赢了,陈希月太早亮出底牌,她胜得轻轻松松,眼下,她不过是在磨她的性子,戏耍她罢了,而且沈思景有个坏习惯,一旦拿准了自己能吃定对方,便不会再付出心血,追逐是她的天性,让她停下,等于要她的命。 陈希月以为,她与眼前这位光风积月的一国储君,即将展开一段浪漫的绝世恋情,却不知,这位储君最喜新厌旧,更可怕的是,她男女通吃,父皇这才缓了环景周的眉头,既如此,那希月不日便随太子去燕国吧,陈希月欣喜若狂,连忙叩谢皇恩,她以为,既然重生了,既然还要嫁,沈思景当然比那即将瘸腿的赵燕好上千百倍,她的重生在,我意料之外,选择沈思景又在情理之中, 但,成如她这般机关算尽,却仍抵不过皇帝大手一挥,就能随意主宰她的命运,看似比上一世好了些许,不过是从一个牢笼跳到另一个牢笼,我以为女子在世,想真正改变命运,不是在那就棋盘里,作为棋子去攀附更好的宿主,任何一个女子在就棋盘里都找不到新结局,同却台里锁的,不是谁的附属品占利品,而是两个活生生的女人,女性在史书里永远都不该做谁的注脚,成为点缀英雄人物的兔丝花,若来去, 都不能由自己主宰,那命运的乐趣何在,所以,这一世,我不要做任何人的棋子,我要做,便做那只棋人,推翻这就棋盘,用我的双手,重新竖写我的结局,老天既让我多活一世,那我便要利用他给的先知筹码,去驳一个崭新的未来,正思索着下一步该如何做,突然,陈希月看了眼一身戎装的我,又开口,父皇,而陈还有一事禀报,陈正生回道,何事,他大着胆子,走到我跟前,趁我不注意扯下我的树发,煞时, 我的末发清晰而下,他眼里金光乍现,转头得逞道,而陈要举报皇帝陈希恒,他根本就不是男子,他是女儿身,话音刚落,在场人街转头看我,沈思锦在望着我的那一瞬,眼里一眼是不住惊艳,众人挣住了,往日里骁勇善战的二皇子,竟是个女人,须遇奸,那些曾好是给我介绍贵女的大臣们,顿觉自己受到了欺骗,脸色如见鬼般,极其尴尬,眼见得无人出来打圆场,我只好顺势跪了下去,请父皇饶恕而臣欺君之罪, 所有罪责,而陈愿一力承担,也好,本来也发愁如何摆脱男子身份,陈希恒这般发疯反而解了我的疑虑,而且我说愿意承担罪责,他陈正生还能怎么罚我,他子女众多,我是男士女,对他来说根本没影响,再加上,这些年我出生入死,立下不少功勋,此次回京前,我还将前来挑衅的先鱼组打退,国防边界拓宽了50公里,打得他们最起码十年内都没有精力再来犯,难道性别一换,那些功勋就不属于我了,他那些子女,哪一个比我更多, 我出色,塞外不用我手了,他要感谢我还来不及,若真要治我死罪,那他这皇位估计也做不久了,殿堂里,安静的连根针掉落都听得见,陈正生站起来,难以置信,沈思景率先回过神,笑道,陛下真是有福,有这么一位金国不让须眉的皇女,当真几世修来的福气,半赏,陈正生才回过神,缓缓坐了下去,太子谬赞,不过,皇儿御敌有功,震慎欣慰,又怎会降罪于你,我勾勾唇,看吧,只要有能力, 就算我欺君又如何,陈夕月见,既谋未得逞,不依不饶,父皇,大起自开朝,便没有女子立足官场的先例,妹妹此番作为已经扰乱朝纲,而陈认为,应该耻夺她的将帅封号,隔除她的功勋,拨乱反正,已正式听,那些跪在堂下一言不发的大臣们,好似终于找到了宣泄口,纷纷附和,陛下,老陈同意夕月公主所言,女子抛头露面,霍乱朝纲,有违足法,陛下,陈同意照上书的看法, 况且近日大起个地或是频发,或许便与这阴阳颠倒有关,女子实在不应立足朝纲,说出去惹人笑话,是啊陛下,老陈也同意,陛下,老陈也赞成,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附和,陈夕月嘴角的弧度也越来越大,我觉得好笑,在女子身份被揭穿前,我还是那个受人敬仰的皇子,军功显赫,所向披靡,短短不过半刻, 我已然成为霍乱朝纲的罪魁祸首,污蔑一个女人的成就,有时候不需要冷兵器,只要一张会造谣的嘴就够了,这群老匹夫,是该下台了,眼见形势往她希望的方向去,陈夕月继续添了一把火,另外,儿陈虽与妹妹一母同胞,可她从小长在塞外,从未学过宫中礼仪,恐不适合在宫中生存,父皇不如趁早为她则一夫婿,成就一番佳话,众大臣像墙头草似的,又开始点头附和,陈夕月也就这点把戏了,鬼是她,神 神也是她,我以为她重生归来能有什么本事,结果,就这,她自己倒是满意的勾勾唇,甩出了最终目的,而陈觉得,护国将军赵燕赵大将军就很好,她与妹妹同样带兵打仗,定有许多共同话题,此时此刻,沈思景审视的目光终于开始落在她身上,今日,陈夕月说了太多话,如果说前面的假山相遇是偶然,那现在,她一步步引导众人发难于我,便有点刻意了,陈正生也回过未来,今日的陈夕月是有些不同, 沈思景是她求来的,陈夕恒是她揭发的,就连众大臣都向着她,看上去是她陈正生做的决定,实则都是她陈夕月推动的,这样作为上位者的陈正生心生不快,她倒没往重生这方面想,只觉得陈夕月过分干预朝政,于是她微微重眉,婚姻大事并非儿戏,此事,这要与赵将军商议后再定,可是父皇,陈夕月还要再说什么,陈正生立声打断她,皇儿,你今日所艺颇多,慎言,陈夕月咬咬牙,暗下心中的不安, 也是,如今她与沈思景的婚事板上钉钉,上辈子和那个瘸子的苦日子已经过去了,托我入泥潭,只是顺手的事,太着急,反而引火上身,于是,她跪倒,恭敬道,是儿臣太过鲁莽,儿臣有罪,公主 女子走路阴若柳浮风,小顾向前,不应迈这么大的步伐,您又错了,管是嬷嬷在一旁盯着我,一副我无可救药的表情,我摸着肿起来的脚后跟,跟她诉苦,好嬷嬷,您就饶了我吧,我的脚真的好疼,她动了动眼,面无表情,公主,尊卑有别,您不必对奴婢如此客气,今早饮食,我正在五场练枪法,她把我从五场低流到女界堂, 严格训练我,穿衣吃饭坐姿站姿走路,穿衣不可随意搭配,要按照顺序理三层外三层,吃饭不许露齿,更不许出声,坐椅子不许超过椅子三分之二,站起来不许两腿开叉,走路不许迈大步,要小碎步,我问她为什么,她用一副我居然问出这种傻问题的嫌弃口吻回答我,这样才会有男子喜欢,以后嫁人才不会被附加嫌弃,我觉得她才傻,没有被拆穿女子身份前,我走的是康庄大道不折腰,学的是珠子百家争天下,听 的是塞外号角敌人叫,吃的是大口肉,喝的是大口酒,没有人因为我穿错衣服顺序嘲笑我,也没有人因为我吃饭问题说我,更没有人因为我走路稳健而嫌我,所有人都告诉我,我将来必定是个名垂青史的大人物,如今,我只是恢复了女儿身,那些本属于我的荣光,就会离我远去了吗,区区二两肉,真有这么重要,就因为我是女的,所以一下子就不配了,这是什么道理,这世道就是这么规训女子的,四次,我压下心中的怨念,无处发泄, 换在以前,这些人在我手底下,活不过一句话的时间,可我若用学来的功夫对付女人,又算得上什么本事,左不过也只是一个欺负弱小的败类而已,罢了罢了,待我日后掀了这宫殿,看谁还敢让我学着无用的规矩,思辞,我任命地往回走,在他面前又掩饰了一遍,我虽被急了执,兵权尽归皇帝,但真正的主宰人还是我,陈正生不过是嫡长子继承治下的受益者,他没有与众将士,出生怒死,风餐露宿,更没有与他们一起,啃树皮蛙也 区区一个虎符,又怎么比得上我与将士们十七年同甘共苦的岁月,这些年,若不是我在塞外稳住军心,这江山他根本坐不稳,副将昨夜托人告诉我,只要我愿意,塞外五十万大军为我马首是瞻,我回他,区区五十万大军,吞掉大旗,还有些勉强,若想稳操胜券,我还需要一些助力,这才是我现在折服的原因,我在等,等一个盟友,等一个契机,等这一世,所有该出现的人出现,忽然,一个娇气的声音在堂外响起,我当时在这一世,我还需要一些助力,这才是我 当妹妹这些年都学了什么,怎得连个走路都学不会,我朝外望去,陈希月站在廊下,后面跟着一群贵女,笑得开心,我抿着唇不说话,陈希月跨过门槛,走到屋内,她看了我一眼,眼里闪过一丝惊艳,我想起现在身上穿的是女装,她眼珠子转了转,随即嘴角勾起一抹嘲讽,妹妹生得如此好,不知以往在军中可与其他男子发生过越界之事,怕是,早已非清白之身了吧,说完,与几位贵女一起无嘴偷笑,我皱皱眉, 对她愈发失望,陈希月好像重生了,又好像没有重生,老天爷给了她新的生命,她却没有长出新的脑子,无论前世今生,眼里依然只有慈禁和男人的后缘,这人没救了,不想跟她做口舌之争,于是我绕过她,继续练走姿,她见我不理,又窜到我跟前,陈希恒,你胆敢无视我,我被她拽住袖子,只好无奈看她,你希望我说啥,她的脸胀的通红,话语如梗在吼,今日她本想看我出丑,奚落我一番,再看看我吃别的表情出一出上头, 一辈子的恶气,没想到,我这么没脾气,她急了,你连琴气说话都不会,十七岁了,还在你借堂里学走路,不觉得丢人吗,我嗷了一声,现在先眼皮,是啊,太他妈丢人了,这么大的是,不闹个尽人皆知,可怎么行,要不你去城门口拿着大喇叭喊一喊好不好,还是我们去上炷香,告诉我们的列祖列宗,实在不行,把我杀了出出气,陈希月被我的话噎住,后面的贵女忍不住笑出声,她更气了,满口粗鄙之鱼,南登大雅之堂,于是嚷嚷着, 白手就要打我,我一动不动,语气冷冷,正巧我刚刚练走路,磨得脚后跟起了好大一个炮,心里有火无处撒,你要是真的想找揍,尽管动我试试,但我劝你三思,我皮糙肉厚的,你打我就跟脑痒痒似的,但我要是一巴掌下去,你估计没三个月都下不了床,陈希月气的胸口不断剧烈起伏,你,此时,一个低沉又极具雌性的嗓音在门外响起,二公主真是幽默风趣,我抬眼望去,沈思景站在门外,笑得散漫,我心中一紧, 盟友来了,民间早有传言,沈思景不仅是光风济月的燕国储君,而且文武双全,端帝是温润如玉的君子做派,上一世,我与他成亲之后,他的美誉更盛,说什么的都有,爱妻情深神仙眷侣地后恩爱男子楷模,我也以为他就是这样的,然而,众人都被他的外表欺骗了,关起宫门,他会搂着男宠的西腰,随他们去亲去摸,对那些民间传闻更是嗤之以鼻,这些无知的底层蝼蚁,脑子里竟是些天真愚蠢的东西, 我第一次见到玩得这么开的男人,他偶尔来了,兴致还会向我提议,不知皇后可有兴趣玩一场二王以后,我若是不肯,当晚必定被他折磨得不成人形,甚至有时,他会多叫上一些人,看着他们与我交欢,事后再把虚脱的我搂在怀里,眼里满是病态的疯狂,皇后现在这般被人疼爱的样子,叫朕好生兴奋,皇后,我们早些要孩子可好,朕还有一些玩法想实践, 于是,他给我下药,散了我的功力,使我昏昏欲睡,让我变成他泄完的工具,上一世,所有人都说我是死于意外,可其实,我是在他的床上,被他折磨至死,我也曾以为我是最尊贵的皇后,结果前世,我连个最低贱的歌姬都不如,那日在堂下,我原本想杀了他,可以想,这一世我若要重开一个棋盘,燕国就是我不可或缺的一枚棋子,他还有利用价值, 这才忍住了,四次,我压下心里的厌恶,朝他笑的温柔,燕国的太子殿下也确实俊朗,温润如玉,陈希月看在眼里,上一世,他就听闻沈思景对我痴恋成迷,前车之间摆着,他很怕沈思景再次爱上我,于是他顾不上对我发难,急忙往外走,想拉着他离开,紧哥哥,今日月儿学了一首新曲,回去谈与你听,可好,沈思景敷衍着他,眼睛却黏在我身上,陈希月低声附在他耳边说了什么,他懒散地笑得开怀,随后任由他 他拽着走,眼神却与我交缠在一起,我忍着恶心,回他一个笑,不急,这狗迟早会再来找我,失业,李平翻过院墙,来到我窗前,引在房梁之上,主子,我坐在窗前,拿茧子摆弄了一盆碧桃珊瑚,仿若再跟空气说话,如何,人就下了,李平语气平静,是,正如主子所说,的确有人想要毒害赵燕,此人不要他的命,却要他一条腿,我笑笑,陈正生也就这点手段了,过河拆桥的是他没少干,况且,他女儿这么多,我笑笑,陈正生也就这点手段 不要钱似的,随随便便再给赵燕赐一个,既能削他锐气,又能获得名声,何乐而不为,李平恭敬道,主子说的是,线下我们该如何,我剪下一撮最突出的枝叶,将他丢出窗外,告诉他实话,要害他的人是陈正生,若他选择盲从,那我便嫁过去,杀了他再夺他兵权,若他决定不从,你便这样跟他说,李平凑近了些,我将有关赵燕部分的计划,悉数告诉他,听完后,他拱手败别,消失在黑夜里,李平是我的人,他拱手败别,消失在黑夜里, 在我的部下,战场上,我就他三次,从此,他对我死心塌地,早前,他是除了母后,第一个知晓我是女子的活人,亦是第一个愿追随我出生若死的兄弟,而我之所以看重他,是因他并非性元老,普通男人看女人第一眼,心里所想的便是能否与他上个床,而他不是,他知我是女人后没有任何反应,愿意追随我,是因为我17岁便能独条大梁,统领50万大军,所以敬佩我,他跟我一样,不看性别,只看能力,这给我省去了很多麻烦, 等赵燕消息的这段时间里,沈思景果然对我出手了,一开始,他买通我宫中的婢女,给我传递消息,从一张小纸条,一封长长地信到一些自以为用心的信物,再到最后光明正大的败帖,我悉数收下,却不做任何回应,后来,他窜多着陈希月来我宫中看我,制造与我单独相处的机会,将我抵在墙上,对我耳边撕磨,我忍着杀他的冲动,不拒绝也不接受,许是我这种游言不尽的态度,让他挫败,他终于消停了几天,前世与他夫妻 我对他的本性了如指掌,他这人,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,必然不会甘心,对我付出越多,就越想得到我的回应,况且,回燕国的日子近在眼前,他比我着急,我只管等,等他主动坐下跟我谈,这一局,我是猎人,他是猎物,诱饵是何物,自然是他的好色之心,和对我的征服欲,他能用他的皮囊迷惑陈希月,达到巩固太子之位的目的,我利用我的皮囊迷惑他,又有何不可,他若不好色,又怎会上我的沟,要怪, 就怪他自己,又一夜,我端坐在院落的阁楼中,摆上两盏茶杯,独自小酌,十米内的太监婢女,早已被我遣退,不一会儿,沈思景果然穿着夜行服,翻上我的宫墙,他看了眼茶盏,便翻身下来,自顾自坐到我对面,此刻,他隐在黑暗中,盯着我,我装作没看见,他也不恼,自在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,我这才洋装生气,燕国太子就这等做派,不怕我下毒,沈思景轻笑,若美人想我死,那本太子便去死好了,没办法, 谁让本太子喜欢你,我放下茶杯,缓缓切入正题,太子初见我时,对我适合感觉,这问题正中他下怀,于是他给自己添了一杯,眼神灼灼,千秋无绝色,悦目是家人,倾国倾城茂,惊为天下人,我望着天边残月悠悠开口,是吗? 可我初见太子,心里想的却是你是否有资格做我的盟友,沈思景笑得浪荡,盟友,为何不是夫君,我没有接触他的调侃,反而说起旁的,十二岁时,仙渝族夜里偷袭,一个伸手矫健的副将偷走了我们的布镇图,布镇图被偷,意味着所有计划泡汤,我们要耗费心血再次部署,可他在百米开外,所有人都拿他没辙,太子可知,最后结果如何? 沈思景显然没心思与女人聊这些话题,他不语,我自顾自继续开口,拿回来了,我追了他无礼地,最后他死在我的百步穿扬之下,自小,我练的便是金刚铁骨,学的是治国天下,建的是广袤草原,心里装的是大好河山,我原来也是一方霸主,与太子你并无差别,所以若是想用虚无缥缈的地位将我困在哪个男人的后院,我会用我的拳头告诉你,这辈子都不可能,但太子若有兴趣与我一起平分天下,那你这个盟友, 本宫便认下了,如何?沈思景也不喝茶了,就这么盯着我,而我泰然自若地点着眼前的茶杯,慢慢地晃动着杯里的茶叶,不断搅浑,再搅浑,半晌,他叔弟笑出声,本太子只要按部就班,等着我家老头子死掉,自然可以登机,为何要与你联手,我将杯里的旧茶叶加出,换上新的,又用滚烫的水再泡一遍,递到他跟前,因为,你也不过是个需要联姻才能巩固地位的可怜虫,身边都是狼,帮手寥寥无几,而我, 曾是个有能力统领50万兵力的将帅,论行军打仗,你比不过我,上一世,他的伪装没有私下钱,是我替他暗中解决了几个皇子,扶他登上皇位的,所以他的处境,我很清楚,这一世,他之所以下定决心要娶陈希月,而不是我,也并非只是那薄薄的一层肌肤之亲的关系, 是因为陈希月把自己重生的秘密告诉了他,让他获得了先机,所以他才非他不娶,这些都是李平查到的,也在我的意料之中,陈希月自以为掌握了先机,便积极用这个优势去套牢男人, 却不知无论上一世还是这一世,我的能力都远不止杀几个皇子而已,我最擅长的是行军打仗,从小我就比别人练得更多,练得更苦,不仅要防着不被人看穿女子身份,还要学得比别人更快,成长得更迅速,那时候我还未立下任何功勋,一个皇女居然在男人堆里长大,传出去皇家颜面尽尸,我更可能会没命,所以我没有退路,后面是万丈悬崖,一旦跌落便是母后与我一起粉身碎骨,17岁前,我没有一日不提心吊胆, 陈希月在宫里不守规矩,顶多就是一顿法,而我不学,下场只有死,我的命运早在出生时,便只能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了,周围寂静无声,我淡定地用纸尖倾扣桌面,不多时,沈思景朝我递来一杯茶,我抬头正眼看他,他举着茶杯,眼神清明,却再次玩笑道,美人当真不与本太子好吗,本太子对你魂牵梦营,我知他只是调侃,我一点都不想接他的花招,于是皱眉,站起身,语气冰冷, 看来我找错人了,你不过是个满脑子只有床子知识的银棍,沈思景这才急了,拉着我的袖子,哎,我甩了甩被他扯着的布料,他恢复了正行,捏着茶杯,容我考虑考虑,我淡定,不急,沈思景走后,我将在暗处的李平叫来,近日你去趟燕国,散播个消息,就说太子有龙羊之好,还在青楼里养了男宠,这些年身子亏空的厉害,生不出孩子了,李平遵命, 他沈思景不是还要考虑,还想按部就班等上位吗,那我就给他添一把火,我要让他知道,就算燕国皇帝想保他,也得他有能力接住才行,一个没法拥有后代的男人,我看他怎么服众,拿什么登机,就不信他不会来求我,我问李平,赵燕怎么说,李平回,赵将军想见你,三日后在醉香楼,我中梅,不知他是何意,无论前世还是今生,我对赵燕的印象都不深,前世,他在战场上被陈正生找人暗算, 断了一条腿,后面就一直养在将军府,这一事,我也只是命人将他救下,没有照过面,似乎一直没有交集,虽然觉得奇怪,但还是硬下了,醉香楼,赵燕隔着一道屏风在小镯,男人着旋色长袍,见眉心目,骨节分明的手捏着酒杯,见我进来,他薄薄的眼皮微抬,嘴唇勾起一抹笑,公主,赵燕确实比普通男人更有姿色,我在他对面坐下,他推过来一杯酒,我盯着他,不动,他笑了,又推过来一块虎符,这下,能喝了吗? 我看了看他虎符,收起,随后端起酒杯,一眼而尽,赵将军为何要见我,我与你似乎并无交集,赵燕放下酒杯,看着我,公主十四岁时,在漠北杀了一个人,被我看见了,我挑眉,哦,你是为了那人来报仇的,他又笑,不是,公主当时骑在那人身上,眼神凶狠,嘴里说,就算被你知道了又怎么样,我陈希恒还会怕你,想跟我好,你配吗? 然后你便把那人的头割了下来,踢得很远,我面无表情,杀过人的男人太多了,没印象,赵燕不恼,继续道,去年,你带领大军跟仙渔族打仗,休战时你去方便,被仙渔族落单的一对士兵发现,是我帮你杀了他们,一共二十五人,公主与我所见的所有女子都不同,赵某对公主,早已心动,我眼神动了动,好像知道他想说什么,赵燕妈撒着酒杯,眼神温柔,我知我高攀不上公主, 也知公主现在心里只有宏图大业,只求公主,在事成之后,能给赵某一个机会,我抬头,看着他,拒绝,不能,赵将军若是对我存在以你,想与我风花雪月,我劝你趁早死心,本宫自小在男人堆里长大,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,哪怕赵将军生了一副不可多得的好皮囊,内里却也与普通男子无异,而且赵将军似乎没搞清楚,我是你的主子,不是你想追求就能到手的妻子, 你当时抱着什么样的目光审视我,今日又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来见我,你心里很清楚,说实话,这世间所有的男人都配不上我,包括你,赵燕笑的苦涩,他知道,我说的都是真的,什么给他一个机会,什么追求,他要是有能力,还用问我吗,真喜欢我,难道不知道,我想要的是江山,他现在若能将大起奉上,我兴许还能考虑,可他现在自身难保,没有我,他早就断了一条腿了,是我救了他,对他来说,陈正生早已不是他的选择,只有我才是,你当时抱着什么样的目光审视我,今日又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来见我,你心里很清楚,说实 可他又希望我能带他与旁人不同,所以说这些话来迷惑我,这世间的男子,根本就没有什么纯粹的爱,不过都是二两肉作祟的结果,一个个只会以爱的名义,说些俏皮话,恶心得很,他连礼品都比不上,我盯着他,一字一句,若赵将军不愿归顺,那你便与那宫里那位老狐狸继续慢慢蹉跎,只是下一次,赵将军若再被暗算,要断腿脚什么的,恐怕就没人出来,就你了,半晌,赵燕叹息一声,认真回看我,承愿是死追随陛下,我� 你看,你的爱也不过如此,不久,赵燕在战场上大获全胜,却被敌人打断了一条腿的消息,如期传回朝廷,大启皇帝痛心疾首,当即表示,不仅要封赵燕为护国公,还要将刚任的二公主陈希恒下嫁于他,婚期定在一个月后,于是,举国接赞,大启皇帝不愧是仁德兼备的明君,听着礼品回报,我心里没有任何波澜,我现在只是一枚棋子,把我塞给他的部下作为奖品,是我的宿命,战果是皇帝的,名声是赵燕的, 而我不在这场瓜分里,我只是那个送给赵燕的彩头,但无所谓,陈正生做不了多久皇帝了,我粘起一颗葡萄入口,直接把河野吞了,手里捏着沈思景命人递来的纸条,上面寥寥数笔,合作愉快,果然不出我所料,燕国那几个皇子,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,知道沈思景这么大的黑料,还不趁机拉他下台,如今他父辈受敌,一个和亲早就解决不了问题了,要么造反,要么杀掉皇子,不论哪一样,他都需要我的协助,而我要的, 是他在登基之后,帮我守住两国交汇的地段,别让陈正生跑了,我问李平,如今那些将士到哪了,李平回,约莫在有十日路程,就能到达京城边界,我问,宫里的那些御林军呢,可安插了人手,李平回,是,现在就等着燕国那边了,我笑了,把纸条递过去,李平看了愕然,随后头重重点的,主子英明,李平何其荣幸能跟了您,我擦擦手,站起身,去吧,点一波将士去帮帮沈思景, 别忘了士城之后,向他讨要好处,他若是敢反水,那直接杀了,傀儡而已,再找就是了,李平领命,事情有条不紊地进行,我突然想起一件事,上一世的沈思景,在登基后一个月,曾收过一批新的男虫,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好男色,更不知道那批男虫里,有一个患了脏病,直到他与那些人私混的某个夜里,忽然发起高烧,太医诊断后,大惊失色, 果然,他也得了脏病,然后,太医被囚禁,所有知情人都被下令封口,自此,他开始封魔,不仅杀了很多男虫,还在全国招募能人异事,可惜最终也没有治好,我当时被他折磨得奄奄一息,早就没了人样,最后死状更是惨不忍睹,这件事毕竟是皇室丑闻,所以上一世这消息蛮得死死的,根本没有流出去,我之所以知道,是因为我当时也染上了,可这一世,是陈希悦跟了他,我皱眉,要帮他吗?我不想,我没那么好心, 善良只是我的选择,不是我的品格,我没必要多管他的闲事,但,我烦躁地喝口茶,算了,我吹了个哨,给安卫递了个信,去跟沈四景说,我要见他,让他想办法来一趟,是,主子,我拢了拢身上的大肠,思绪飘得很远,三年前,母后病重,陈正生召我回京,临终前,他拉着我和陈希悦的手,叙叙叨叨说了很多,说他最放不下我,说他这些年一直在思念中度过,说他无论怎么做,都是错的,说他,只是想要孩子, 都活下来,说他很希望我们姐弟好好的,要相互帮助,他当时精神涣散,却记得一遍一遍跟我说对不起,抓着我的手,一会儿哭一会儿笑,陈希悦趴在我的肩头,哭成个泪人,那时,他还不是个眼里只有男人的恋爱脑,母后下葬后,他的贴身嬷嬷,便领我去了一间房,里面摆了很多东西,多到我流泪,整套价值连城的铜面,十几副金丝织成的薄衫,数件不计其数的胭脂水粉,眼花缭乱的玛瑙手镯,光彩夺人的项链耳 是,整整两间敞亮的大屋子,嬷嬷说,母后时常在这屋里一坐就是一整天,也不知道在想什么,坐着坐着就开始流泪,逢年过节还会往里面再添置一些,有一次,陈希悦来找他,撞见了,非要其中一套铜面,母后不给,诓骗她是给他未来地席的,于是陈希悦往里面也添了一间大厂,笑嘻嘻地说想跟未来地席打好关系,那些年,在我不知道的地方,有个女人一直牵挂我,虽然,她生了我,却没有养我,那是漫长的十四年,我本该恨她, 可恨什么呢,当时送走的,不是我,就是陈希悦,要恨,应该恨这狗屁的预言和这狗屁的世道,残月高挂,鸡夜无声,微风晃动树梢,掉下几片叶子,我伸手接住,陈希悦,我最后再拉你一把,不是为了你,是为了母后,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,要踏入那个泥潭,我将叶子投入湖里,那你就去死吧,你让我放弃陈希悦,沈思景的眉毛挑高,她不知道我的葫芦里卖什么药,我淡定喝了口茶,是,你现在,要么杀你兄弟, 要么杀你父皇,无论哪一条,都能让你登上皇位,和亲对你来说,没必要了,所以你放陈希悦,沈思景狡狭一笑,你怎知我对她就不是认真的,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,哦,那你能给她什么呢,一屋子的男宠,还是一屋子的妃嫔,还是满身的脏病,沈思景也不避讳,就算我跟男人玩,也不代表我不喜欢她,况且是她嫌勾我的,我不悦地盯着她,沈思景心虚地倾壳,你们姐妹可真有意思,陈希悦都那样对你了,你还帮她,公主, 你不够狠啊,我挑眉,那是我的事,你管不着,你只管按我说的去做,沈思景凑近了我几分,公主,你不会看上本太子了吧,我的忍耐到达极限,忍不住抬起手,狠狠杀了她一巴掌,如果你还不清醒,那我只能把你换掉了,燕国那几个皇子,好像都还不错,沈思景愣了愣,随即恢复了细皮笑脸,开个玩笑而已,放心,回去我就解除婚约,我语气冰冷,嗯,解除婚约的圣旨下来之前, 陈希悦便得到了消息,她直奔我的宫殿而来,陈希横,你好歹毒,她一脚踹开我的门,是你让沈思景去跟父皇取消婚约的,她眉毛紧皱,眼里冒着火,我平退了下人,给她端了一杯茶,你先喝茶,她把递过去的茶杯扫落在地,一阵清脆的粉碎声,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,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好,我服了服见到身上的茶水,慢悠悠开口,陈希悦,我也重生了,她愣住, 就这么盯着我,你,你说什么,我面色平静,我说,我也重生了,上辈子,你因为跟赵燕过不下去,所以这辈子要抢我的皇后位子,我不怪你,你心里失衡,将我推给赵燕,希望我受你上辈子所受,苦你上辈子所苦,我为了母后,也可以勉强不报复你,但是,你不能为了一个男人,作践自己,我很难跟你说原因,但希望你明白,沈思景不是你的良配,我没有那么圣母,为了就陈希悦,就把石花告诉她,凭什么呢,沈思景上辈子害死了我, 活该她得脏病,可我,我怀了她的孩子,未婚先孕,本就丢皇家的脸,若她取消婚约,我跟肚子里的孩子要怎么办,去死吗,我回她,我可以帮你养,只要你离开她,你这个疯子,她冲过来要打我,我抬手给了她一巴掌,你醒醒吧,沈思景就是个人渣,你再喜欢她又怎么样,迟早有一天,你会被她害死,她被我打懵了,胸口不断起伏,你,你,陈希悦,你没有男人会死是不是,她好像反应了过来,你是不是知道什么,没道理呀,我也重生, 我不可能漏掉了什么,我皱眉,就算重生了又怎么样,沈思景不还是个烂人,他玩男人还玩女人,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垃圾呀,陈希悦愣着扮上,随后认真看着我,陈希横,我的事不要你管,就算死,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,不许再从中作梗,否则我就出去跟人说,你在军营里早跟几百个男人睡过了,我看你怎么办,我愣住,在他眼里,对一个女人最恶毒的惩罚,居然是造谣她跟男人睡过, 我以为,她应该懂这个时代女人的艰难,她就算不念及一母同胞的情谊,也应该念及同位这个年代的女人的难处,可是我怎么忘了,她没脑子啊,罢了,她这样的人,没有男人活不下去的,就得了一次,就不了两次,而且,他们早就在前一末话中成了男人的帮凶,他们不是不懂,而是被规训的不敢反抗,所以麻木地看着自己沉沦,再麻木地拉其他女人下沉,她的精神早就被男人腐蚀了, 我顾念母后想拉她一把,可她眼里只有男人,我势然笑笑,那就祝阿姐,得偿所愿,你们俩一起下地狱吧,大婚就在三天后,陈正生说要与民同乐,所以近日城门口的检查格外松懈,只查了通关文迭,婚车从将军府出发,绕城门一圈,再从城门去皇宫,沿途有御林军护送,进了皇宫,陈正生和文武百官会在光明殿为我和赵燕设酒席,为了彰显对赵燕的重视,所有的皇亲贵胄,以及重要大臣都会参加,也就是说, 人很齐,真是造反的好时机,婚礼前夕,我跟李平坐着最后的确认,御林军分布在光明殿四个角落,加起来总共三千人,我们这边已全部就位,若他们赋予顽抗,这三千人可全部拿下,另外,我们特意在城外正南方留了口子,届时若逃跑,他们便会往南走,而向南一直走,就是燕国边境,燕国新皇帝已经与我通过气,必会活捉,我摆弄着那盆壁桃珊瑚,听着他的汇报,喜悦溢于言表, 李平欲言又止,我看出了他的犹豫,有什么话就说,别吞吞吐吐的,李平道,也没什么,就是探子来报,燕国皇后流产了,还离宫出走,我内心毫无波澜,哦,意料之中,沈思景本就不是一个良配,他现在才露出本性,也算他能忍,李平回,殿下不担心西月公主吗,我把旁边多余的碧桃捡去,神情淡淡,他对我而言,与陈正生的其他孩子没什么区别, 好与不好,都与我无关,李平拱手秤势,若有朝一日,他对我们产生了威胁,你便杀了他,好,婚礼当天,事情进行得很顺利,报流程的太监开始喊着让我们拜高堂,一拜天地,我对着天拜了拜,老天在上,今日我陈希恒,不要用这双手去杀出一个想要的未来,你既让我重生,不要保佑我得偿所愿,二拜高堂,我闭着眼睛回忆母后的样子, 母后,前世今生,我都没能承欢您膝下,是您的遗憾,也是我的遗憾,但这不是我们造成的,是这个世道,是这些规矩,孩儿不想走您的老路,一辈子困在男人的后院,看着四四方方的天,守着诡计多端的男人过一辈子,我贪恋广袤的草原,贪恋一望无际的天与地,更贪恋父皇手上的拳,若在天有灵,希望您能保佑我,夫妻对拜,话音刚落,我掀起盖头,看了眼对面的赵燕,他会议,于是我们同时扯下身上的喜福, 一瞬间,光明殿上出现骚动,陈正生身边的太监高声惊呼,公主,现在是夫妻对拜,您与赵将军此时托喜福不合规矩啊,台下大臣一片附和,我笑了,将腰间的配件高高举起,各位,今日,不是我的成婚之日,是我的夺位之日,太监尖锐的嗓音响在耳侧,大胆,公主意图造反,给我拿下,于是,光明殿四面墙上开始出现黑影,礼平从正前方大门房梁上出现,大喊,大起皇帝是复杀兄,宠妾灭妻, 还意图谋害护国将军赵燕,他不配当皇帝,此时,赵燕一将手中的拐杖高高举起,陈正生无德无能,过河拆桥,我赵燕今日起,不再效忠这个皇帝,陈正生慌了,他声音颤抖,乱臣贼子,反了,都反了,眼见着玉林军都被制服,他只剩下了无能狂怒,我转头,朝他露出一个笑容,父皇,大起开朝五百余年,总是男人在上,女人在下,这规矩,该换换了,他气得胸口不断起伏, 说话都不利索了,你,你一介女流,你何德何能,你上面还有三个哥哥,下面还有两个弟弟,何时轮到你来做皇帝,我像是听到什么好笑的事,来人啊,把我那三个没用的哥哥,和我那两个没用的弟弟都压上来,是,很快,李平便摆平了玉林军,将人都带了上来,我走到那五个人跟前,看着陈正生,大哥经常流连烟花之地, 二哥和三哥去年一起玩死了一名孤女,四弟倒是个本分人,可他最喜欢欺凌弱小,还有你最疼爱的五皇子,我蹲下身,你可知,他在江南开了个青楼,专抓少女,公有钱人享乐嘛,个个都是败类罢了,父皇,你说他们哪点比得上我呢,陈正生的手都在颤抖,激动得嘴唇直哆嗦,可他们是男的,我们大起,男的才有资格做皇帝,我笑了,来人啊,把这五个人的裤子给我脱了,割下他们的胯下肉,是,随着几声惨叫, 不一会儿,五人都成了太监,我无辜地看着陈正生,父皇,现在我能继承皇位了吗,陈正生显然快要晕过去了,他提着剑走到我跟前,李平想拦下他,我挥挥手,于是陈正生一步一步朝我走来,你这个逆子,我要杀了你,我一个侧身,夺过他的剑,放在他脖子上,继续淡定道,父皇,而陈现在有资格了吗,在场的文武百官都吓傻了,他们怎么会想到,我是如此疯狂的一个人,男的纷纷捂住裤裆,缩在角落不敢吱声, 反而女眷们都笑了起来,我扫尸一圈,回头,动了动陈正生脖子上的剑,嗯,父皇,陈正生道,可他们是皇子,我皱眉,看来这二两肉没长在他儿子们胯下,而是长在他的脑子里,那没办法了,父皇,那我只好把你,交给你的仇人处置了,说吧,我将剑从他脖子上拿下来,随即站上高位,气势如虹,各位,陈正生在位多年,犯下累累罪行, 如今有怨抱怨,有仇报仇,统统站出来,殿下窃窃私语,突然,一个大臣站了出来,我赵青山,三品定国公,大起四年,狗皇帝抢我爱女为妃,入宫短短三年便允了命,事后还说他身子柔弱,经不起折腾,老朽就这一个女儿啊,我要为我的女儿讨回公道,紧接着,又一个官员站起身,我宋文青,四品荆州之府,大起六年,狗皇帝纵容五皇子杀我妻儿,事后只给了一年俸禄作为补偿, 我宋文青要钱有什么用,我要他偿命,陆陆续续有官员站了起来,我成名为,二品礼部尚书,去年,狗皇帝在祭典上酒后乱姓,监污了我的妾室,最后他受不了打击投和自尽,我要为他讨回公道,我李书玉,三品都齐位,大起八年,狗皇帝说想看齐数,硬是要我灵儿在野山上跑马,结果他被猛虎生生撕碎,我要为他讨回公道,我李平,陈夕恒公主就不下,大起七年,狗皇帝纵容大皇子,贪污赈钱款三十万两, 导致我家乡洪水连连,无人来救,我要为了我李家三十七口,讨回公道,那天,告状的人,从正午说到了晚上,从光明殿排到了大街上,最后,在众人一致同意下,陈正生和作恶的皇子们被绑在了城门口,还有那个国师,他除了预言我与陈夕月会危害苍生,还预言了陈正生一定会偿命百岁,大起一定会继续绵延百年,他这么会拍马屁,当然是把他挂在陈正生旁边,让他说个够,丢人嘛,不, 自那天起,街头巷尾,公里殿外,所有人都说我做得好,不仅夸我骁勇善战,还夸我不愧是个大人物,陈夕月也逃了回来,见我成了皇帝,心生极度,到处说我从军期间跟几百个男人睡过,李平抓住了他,问我如何处置,我说污蔑皇帝,该怎么办就怎么办,他顾及我,只是拔了陈夕月的舌头,任他自生自灭,他比我心软,难怪成不了大事,至于沈思景,他又得了脏病, 于是我每个月都派人吓唬他,说要赶他下台,现在,他一边在燕国朝堂上当人,一边在我面前当狗,我暗爽,果然让他生不如死,才是最好的选择,大起十九年,皇帝陈夕恒登基,史官从这一年改国号为江,自此,江国所有皇帝,皆以女子为本位,若后世有男子称帝,需冠上男字,三百年后,史官记载,江国出过四位皇帝,一位男帝, 五位皇帝借以女子为继承之核心,凡家族诞下女子者,必会受到社会尊敬,他们还开创了科举选拔,以能力为主,以女子优先的规矩,另外,为解决女子魁水和上学问题,皇帝们一专门拨款,在各地修建魁水堂和新式女介堂,最后,江国颁布了身心健康法,女子不许再学三从四德,更不许为了保持苗条缩衣结实,又一个百年之后,江国内,所有民众体力上可同台竞技,再无女子手无腹肌之力的个例, 江国,必会永世长存,全文晚安